魔兽世界 它作为全球最受欢迎 最具影响力的游戏之一 无数玩家在游戏中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堪称时代的经典之作 然而近几年暴雪对游戏走向的失控 以及去年的绿茶事件 引起了诸多玩家们的不满 这些事情导致了学到老玩家 已经失去了上线的兴趣 但是,偶尔我们或许还想怀念一下 暴风尘的壮丽和阿贵瓦聊亮的战鼓声 也许你还想重返那片广阔的游戏世界 继续探索那熟悉的任务 只是官服之后,我们都已经无处可去 那么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编译一台 属于自己的魔兽服务器 内置机器人可以主队任务和团队副本 甚至在战场上大杀自方 老规矩,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项目 这次游戏选择的版本 是经典的无妙王资料片分点分点5 服务器框架选的是Azrotical 因为它对分点分点5的优化是最好的 而机器人模块有PlayerBose和NPCBose两种 PlayerBose模块 机器人就会像玩家一样 它会在游戏中奔跑 会自己做任务,下副本,打战场 模拟出一个世界的感觉 不过目前bug还是非常的多 作者的更新迭代也比较慢 而NPCBose模块 机器人需要玩家通过命令进行召唤 可以主队做任务,下副本 如果你是一个PVE玩家 就比较适合这个模块 搭建环境方面 使用的是Linux无版图系统 这样可以很方便的部署在家里的NAS 或者公有云服务器上 24小时运行 本次教程使用到的所有命令 我都会粘贴在视频简介当中 OK,介绍了这么多 那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先用中端 连接上Linux服务器 运行这个命令来安装服务器端 所需要的基础依赖 中间如果出现了像这样的选择 直接回车即可 依赖安装了成之后 运行这个命令来安装一些基础运行工具 然后,在运行这个命令 下载服务器端圆码 我这里就直接选用 经过NPCBOSS模块 作者整合之后的服务器端圆码 这样可以省去 合并机器人补丁的操作 作者会保持 Azeros Code的官方仓库同步更新 所以不用担心代码太旧的问题 圆码下载完成 在运行这个命令 安装构建服务端所需要的依赖 依赖安装完成 在运行这个命令 开始构建服务端软件 构建过程非常的慢 大约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喝杯茶 小续一下 服务器端构建完成之后 在依次运行这些命令 把MySQL升级为MyRealDB 原因是因为之前的安装命令 MySQL版本可能会比较低 导致无法运行服务端 所以为了保险一点 就升级一下 下一步 我们需要为服务端 创建一个专用的数据库账号 依次运行以下SQL命令 完成账号创建 注意命令后面的分号 也要一起输入 数据库账号冲建完成之后 现在运行这个命令 使服务端获取圆码中的客户端数据 完成之后 再运行这两个命令 复制圆码中的实力配置文件 然后运行这个命令 打开世界服务的配置文件 并输入斜杠 找到位于第4202行的 NPCBOT.MAXBOT 它的作用是控制 玩家可以召唤的最大机身数量 这里的默认值是1 我们需要修改为39 这样加上我们自己 就可以形成一个40人的团 接下来 咱们再运行这个命令 启动一次世界服务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提示 因为数据库还是空的 询问是否创建数据库表 直接按回车就可以了 系统就会开始自动导入 圆码中的SECLE数据文件 数据库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创建游戏账号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管理员账号才能使用GM命令 所以最好是把账号提升为管理员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关掉世界服务 重新再打开一个终端 连接上Linux服务器 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为数据库账号 开启一个远程访问权限 然后再运行这个命令 打开MySQL数据库的配置表 将其中的BindAdress进行注释 并保存 再运行这个命令 重启一下Faiko服务 现在咱们就可以使用 数据库管理工具 远程访问数据库了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步 依次运行以下命令 或者通过数据库管理工具 修改其中的RealMyList表中的 Adress地址 将其改为你的服务器IP地址 这样局网或者库网中的设备 才能连接登录游戏 OK 到了现在服务端 所有的安装和配置 就终于完成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 圆满目录中运行以下命令 就可以成功运行服务端程序了 不过如果我们关掉终端 游戏服务就会关闭 如果希望服务端程序 在后腾运行 只需要在命令前面 加上Screen或者NoHop OK 正式进入游戏之前 建议大家下载这个机器人插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控制机器人 现在咱们终于可以开始游戏 登录器依然在视频简介当中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 打开游戏 输入刚刚我们创建的账号 OK 成功登录 这里我就随意创建一个角色 进入游戏 耶 终于来到了久违的泰达希尔 下面就教大家如何通过插件 召唤配置机器人 首先点击插件中的管理按钮 这时就会多出一个新的窗口 然后点击查找机器人 在新的谈争中 我们就能看到所有的职业 例如我们选择一个战士 这时两天窗内就会出现所有可供召唤的机器人 分别是机器人ID 名称和种族 大家就可以按照喜好自己行选择 召唤机器人只需要使用 面临NPC board spawn加机器人ID 就可以召唤出对应的机器人 不过召唤出来之后 他只会傻傻的站在这里 想要召唤他还需要使用5个银币 我们先给自己刷点钱 再跟他对话 选择第一个 机器人就会开始跟随我们 如果希望机器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就可以再跟他对话 可选择菜单就会多了很多 我们只需要直接选择create growth 这时我们就会创建一个小队 机器人也会加入到小队当中 如果希望更多的角色 加入到队伍当中 就依次循环刚刚的操作就可以了 而插件这里 可以控制机器人的站位远近 跟随停止等等 关于机器人更多的命令 大家就可以参考作者的说明吧 招募的机器人会一直跟随着我们 等机和装配也会随着我们跟着一起变化 战斗的意识也是非常的机智 一起打打副本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也尝试了安装player boss模块 不过体验下来还是有不少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单独补一个短片教一下大家 好了 关于如何在Linux系统中 搭建带机器人的魔兽服务端教程 就是这些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还请点赞关注 我是皮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